说起何炅如今也算是老台主了,他是快乐大本营的核心借重力,身兼大学教师,娱乐主持,演员,歌手,与艺生,及一流学史,情和力,极致,控制力,与其感为一体。 而主持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栏目长达十余年,为他欠了不少粉和吸累了不少圈内人脉。 众所皆知,娱乐圈的水很脏也很深,特别像何炅这种红了几十年仍在红的明星,反面遭同行人红眼。 然而何炅是圈内出了名的好脾气,人人称他为何老师,可见他在贵圈也拥有了好人员。 如今的湖南台的娱乐新闻基本离不开何炅,新南怀孕退出的新闻也一直与何炅松绑不捆。 何炅在娱乐圈混迹几十年,圈内人之所以都不敢得罪他,除了他的好脾气跟好人员。 其实前靠他那超于常人的智商与情商有着其大的关系,有效率无漏洞成熟又会撒娇。 在单纯与会节之间切换用不了一秒,无论是做主持人还是导演,无论身边的搭档如何改换,中国电视行业环境如何变换, 甚至无论自己的年纪怎样增长,何炅东十八年如一日的站在舞台上忠实的守护着观众们的喜乐与哀愁。